最近经常有人问我鱼缸放阳台 会不会爆绿枣 我这个阳台是潮南的 每天都会有几小时光照 没有光照也会用灯代替 几个月都没长绿枣 我们都知道绿枣生长是因为光照太强 水太肥导致的 水里的硝酸盐 氮肥 如果太多不能及时被清除 光照强就会长绿枣 光照弱就会长荷岛 所以再来看看我这个缸 正因为做了一下几点 第一 缸里种了大量的水草 吸收了水里的有机物 第二 我放了黑壳虾河洛 除绿枣效果也很好 第三 放了一些浮瓶 不仅能遮光也能吸收水里氮肥 总结就是减少光照 减少水里有机物 不让绿枣有条件生长 也有人问户外养鱼怎么办 如果不是太多建议不用管 因为绿枣不仅能光合作用 提高水里的含氧量 还能给鱼儿提供食物 如果太多了就放点工具箱 或者手动清理一下吧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点赞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